我们今天其中讨论的一个主题 还包括就是你到底要隐瞒 还是不要隐瞒 对不对 因为盛梅这里有个案例是 女生是没有隐瞒的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po上去的文章是说 他要跟他的男朋友要结婚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们既然要共同吸手的走进这个礼堂 共组家庭 有一些男女他会觉得是 那我们就是也是一次的告白吧 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讲这样 结果这个女生呢 当然他就跟这个男生讲说 我跟你说 我之前情怒坎坷 有时候女生会这样 他会讲他以前的感情有多可怜 来让这个男人心疼他 可是他讲的一个重点是 他说我过去有一段的恋情 是当人家小三 当人家小三 可是都过去了 那可是我跟你讲 我当人家小三的过程很痛苦 然后对方其实我还曾经为他怀孕过 所以拿过小孩 拿过小孩 这算坦白了吧 我们刚刚男生都说要坦白嘛 那坦白从宽了嘛 是不是 因为我怀过孕 然后我 那因为过去那段日子 那个感情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他又不珍惜我 所以我现在 要跟你一起结婚了 所以 我会希望你要好好对待我 有时候女生会 坦白的讲是 希望你以后可以这样子联系我 问题是你讲得太多 太 太 对对对 细节 这个男生说 我不想结婚了 第一 你做过别人的小三 那你的爱情观是什么 第二 你知道男生有一个点 他也过不去 不论当不当小三 你以前流产过这件事情 怀过别人的孩子 这件事情更严重 他会觉得他不能接受 他不想结了 就就闹开来了 可是对女生来说 不是说 要坦白讲吗 没有 我觉得这样很好 你知道女生这样坦白 你知道吗 这种比如果我骗你以后 你知道还是不能接受好 至少我知道 这男生不能接受我的过去 很好 所以女生这个坦白很重要 我觉得也是 这个跟第一个案例 是一样的情况 可是如果说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深了 然后我们各方面都很好 我们房子可能也买了 感情深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以前坐过小三 坐过他也跟你没关系 因为感情深就是一阵子 你知道真正能结婚的 是因为是说 你懂得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成熟的态度 可以持续下去 不然每件事只是卡在那里 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是这样 卡那么多卡 然后婚姻依然维持着 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能这么坦白 让这个男生也显现出他的真相 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 就算了 本来就算了 你干嘛绑着一个 对你不能接受你过去的人 其实对女生来讲 反而是好事了 对啊 因为她提早认识的这个人 她的包容度 就只有到这里而已 对啊 我觉得能坦诚真的是比较 因为能坦诚真的比较有勇气 这个勇气说实在 会保护你们两个 就算受伤都会最强 还有没有隐瞒的 坦白虫宽 你是第二个 我还有遇过更夸张的 就是女生她都没有跟她的老公讲 她曾经交往过异性 然后两个人都是应该说豪门氏族 所以两个人的婚姻是大家都众所瞩目 王子跟公主的婚礼 然后也结完婚以后 那后来这个男生就变得很花心 然后最后当然是被女生去告 这个外遇通情 可是这个男生告诉我们 就是他告诉我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 他其实是说 是因为他发现女生在婚前 曾经有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交往过别的对象 然后交往过别的对象以后 因为他的那个交往的对象 可能乱七八糟 所以甚至得过性病 然后当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男生是结完婚以后才发现 从女生过往结婚前的日记上面 去看到了这一段 他觉得他就完全不能接受 一个是这个女孩子在结婚前 已经有别的对象 也发生过关系 甚至还得过性病 所以这男生又碍于 因为他们都是大家众所瞩目的 这个家庭 所以也不能够直接对外就去 我要离婚我要干嘛 所以他变成就很放纵自己 看到这个女的就骂他 就是叉叉表之类的这种 然后就外面乱七八糟 他觉得反正你都可以这样了 那我也可以 然后结果就反而我们觉得 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 因为被这件事情打击得蛮严重的